有直接的人關攻擊我也是心情解釋的受到 那現在呢? 死了 第一題已經開始吵架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娃姐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一個全新的系列來的 就是訪問不同的人對於不同的感情 不同的價值觀 是會有一些什麼處事的方法 那今天這一集就是叫愛情長跑 這個系列的影片的靈感就是來自於我們平時 IG玩的Q&A、IG的直播 可能有時候你們會DM我 會問一些感情的煩惱 可能不同的煩惱也好 那今天就邀請了我身邊兩個好朋友 就是大大和小妹 都是見證著她有拍拖、背入婚姻 都是一路甜甜蜜蜜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大 你們一起了多久? 一年半零六日 差不多七年了 你們當初剛剛遇到大家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會吸引到對方呢? 我覺得她說話挺幽默 因為當時我們是跟書室的 那些老師問問題 那她也是全班裡面最多的說話 那當時我就會留意到 那個人說話挺好笑的 那時候她也挺OK的 現在呢? 現在呢? 她也挺好笑的 那她也挺好笑的 那她是人軍攻擊 我也是心情解決 要受到的 看到小妹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喜歡小妹? 她有時候覺得你覺得很漂亮 就是被外賣吸引的 那現在呢? 現在性格好 你死了 第一題已經開始吵架了 那你們一齊了六年多 你們是拍拖 拍到什麼時候 你才開始認定了對方? 我是那些呢 就是譬如我跟她拍拖的時候 我的心就是會想著 我應該以後也是會跟這個人拍拖 但是有一種的想法 就是我沒有想過說我會不喜歡她 或者我沒有想過我會轉 因為我是一個挺長情人 那大大呢? 是從一開始 第三年還是第四年 那時候陪她經歷了一句人生的低潛 所以你會很想指望她 是永遠的 哦 我起雞皮啊大大 從來都不會這樣和我 你們一齊這麼多年 有沒有什麼特別很難忘的事? 在工作上面呢 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她會一直在你身邊陪著你 譬如我記得呢 我是遇到人生的低潮的那時候 然後我是很不開心 我簡直好像有一點點情緒病 那樣給我自己 然後後來事後的時候 那些朋友才會跟我說 就說 原來大大有私底下有打過電話給他們 而且你們都幫我看著她 我見解開完後她在背後會有這樣做的 但我覺得很簡單 最難忘的就是 在那晚那間她去她家吃飯 然後應該是發燒的 然後到她家我就開始病 然後睡在床上 感覺到嚴重 可能兩三個人過來 摸你額頭 換額頭塊的毛 所以她會周不時去看 真的嗎? 我也有教鬧鐘 教鬧鐘氣氛 我覺得你們有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你們明明是兩個的個體驗 其實發生在你們身上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你們會把自己生活的所有東西 告訴對方 開不開心 關不關對方的事 總之你們是會 兩個人融入了 在同一個世界裡面 好像多個話題 如果不是 你們是充滿話題 充滿 你們一起了那麼久 尤其是小妹 小妹初戀 你會不會有時候都想 如果我想試試跟其他男朋友拍拖 我沒有 從來一刻都沒有這樣想過 這個我可以很肯定 這六年半 我旁邊都是他 那我就會習慣了 拍長胎的時候 你習慣了對方 然後你就不會想其他人 一來 一來有一個原因就是 你已經難得跟一個新的人 再建立一段新的關係 對 因為這個人未必是說了解你的 當你拍長胎的時候 你會發覺對方了解你 你也很了解對方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那我用什麼還要跟其他人發展新的關係 你們當初喜歡對方什麼 和你這麼多年之後 喜歡對方什麼 都依然是喜歡他優魂的 我開始了解他 我是看到他很細心 原來這個男生 很細心 很有耐性 不只是對著我 他對著我身邊的朋友 對著我的家人 他都是一樣 就是每一天 這個女生其實挺有立性的 應該是獨立是獨立 應該是獨立的時候 是獨立的 我覺得他這件事是 是獨立的得不錯的 有無獨立空間都有的 他包容容量很厲害的 其實可以坦白的 其實我以前也不是一個 不算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我自己覺得 其實好像年輕人一樣 他是MK仔 好像什麼都不太理 一拍散拖就算 慢慢開始拍一拍 你會感覺到他成熟了 整個人的氣場不同了 你不是很喜歡說話 你不是很喜歡我 會煩著你 初戀 一開始拍拖的時候 當然是直到瘋了 什麼都不懂 就直接瘋了男朋友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行為 會令他呼不出氣 之後我意識到自己 有這麼瘋的問題 我就會開始 逼自己要獨立一點 應該要獨立的時候 我會獨立 他看到我有這個改變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 我應該要多陪他 不然他會互相學習一起過 進步 我們磨合完 就會是這樣 因為你現在的工作 是你們兩個 可以說是 一起去建立的 但是你會很盡量幫小妹 處理她工作的事情 對 因為她自己也有份工作 對 這個是我挺欣賞的 因為你是要很疼一個人 你才會除了自己工作的事情 你還想幫我分擔她工作的事情 她教識了我很多東西 因為她的工作 會令到她的環境 和女朋友成長得很快 在她中間一邊陪著她的時候 我會看到她越來越眼淺 其實我很欣賞她眼淺 我自己有時候 可能我沒有說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她看到這些都很不開心 我到某一個時候 那次她就會反而跟我說 你不要這些 就算你發生了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你不會抱怨 你最多是分享 我分享我一件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你不會抱怨一樣不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兩個人一起 最怕就是兩個人之間 充斥著太多的抱怨和苦能力 我明明是一個很正能量的人 我會開解 開解到我的正能量不夠 你的抱怨大於我的正能量 我會和你一起沉 這個也是 你保持感情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覺得 對方的出現是為你差點 還有跟他一起 你會有一種正能量的感覺 他未必會幫你解決整件事 但起碼在你的狀態和你的心情上面 你會舒服 你會舒服 對 舒服 它會是你的動力 你們有沒有試過撐些分手 一起這麼多年 真的沒有 兩個人吵架也好 做什麼都好 從來都不會和大家說分手 如果你不想分手 你就不要說這兩個字 你要用 即是你要用 跟他溝通的方式 去電它 你們有沒有一些感動的驚喜 是對方給你 好 我猜不到 他會約我身邊的朋友 會一起同場 我會很用心 我經常唱歌 很用心籌備 而且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最後一題是 你們有沒有一些 你們自己覺得的秘訣 就是保持熱戀 保持愛情長跑的一些秘訣 無可差 我覺得真的是少一年的 新考過後 你一定要想你女朋友 曾經對你做過那些 種種種種的好 覺得這個人 曾經為你怎樣 他付出過多少東西 為了你 最少你先提醒自己 不停提醒自己 到底為什麼當初 會這麼喜歡這個人 這個人對你有多好 然後就減少對他的不滿 可能直接 這些其實都很小事 你對我這麼好 嗯 好 對 我給他也是 信任我 我從來不會查他的電話 我有他所有東西的文碼 但我從來都不會去看 他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我想問你們會不會 對方做一些很甜蜜的時候 你會跟對方說 你真的很甜蜜 很感謝你對我這麼好 你會不會這樣說出口 會啊 我自己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也會的 我會抱著我說 哎呦為什麼你這麼好 可能很多人都是會 沒有了新鮮感 我覺得都不是啊 你們是怎樣度過這個平淡期 即是不可能一直熱暖的 其實我們現在平淡感的 真的 如果有另一半陪伴你就OK 對 陪伴 對方陪伴你這樣就可以 還有新鮮感 剛剛他也覺得對 那些人會覺得沒有新鮮感 哎呦 很嚴重 做來做去都是那些事情 但其實你沒有想過 就算你跟下一個在一起 其實都會一模一樣 你們總會有一天是會 要經歷平淡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的 保鮮的方法 你們剛才說了 就是 當對方對自己好的時候 說一聲多謝 當對方不開心的時候 給個泡泡 對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 好好保鮮的方法 好了 今天呢 和大大師妹就談到這裡 這個就是他們 愛情長跑的故事 希望幫助你們 也希望大家對我愛情有信心 好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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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差點連Merry都傳 M-E-R-R-Y 走過的路是一陣魔術 到所有的好的壞的 NICE CUT的了 後面有字 Rehearser一次 好 你先給我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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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 撞到這東西 真的好拉絲 我們明天有80% 是會和了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 你們在做什麼呢 脆飽飽 我們今天有兩間房 那邊還有兩間 拜拜 拜拜 好可笑的 求婚行動 開始 加油 佔虎阿長 快來教訓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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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朋友 你介紹給我認識的 這是什麼 不是這樣的 那是怎樣 你說 不是只有我一個 啊 啊 啊 可笑的 是嗎 あり得 真的 很快 也會很快 也會很快 他們又抵迫 就好 那要產生 就是 的 也有 我記得要找回我們第一次獲勝的紀錄 今天我們是第二千三百五十一人 我們中間都經過很多東西 台Pager 我以前是一個換世不公的男生 又瘦又以為自己很帥 性格有差又很西的男生 變成現在是一個肥仔 但性格好一點 對你好一點 當然有一個癌痕的事 我覺得那次是令我更加想要好好地做 還有你以前身體做過手術 身體不好的人 我都會很擔心 那次我記得有一次很特別的 就是來生育 我不是去請你日本 然後買了禮物給你 送給你之後 你不是看到我眼淚淚的 然後我四口說不要 我不是眼淚淚 我不是眼淚淚淚淚淚的 但是其實我心裡面是覺得 原來為了女朋友做這麼多事 值得 這樣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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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鼻涕就是變成多波 我開口了 不行 我一定要不停開玩笑 我才會令自己沒有這麼 代入這個傷感的情緒 好可憐 這樣啊 那希望 講完過去 我都希望我們的將來 但是狗仔一定要贏 希望我們有更好的未來 最後都要不去問 你能否嫁給我 他管然後 對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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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